重要的动作就是进到了扁半当中来办公 那么另一方面他的律师也就是郑文荣 今天到狱中帮他拿回了他相当挂念的 像是他写的一些文稿或者是文件或者是诗等等 那么当然郑文荣到了北索带领物品 表示陈水扁担心创作手稿会遗失不见 当然大家也关心的陈水扁他接下来会不会有所谓的走透透 或者是所谓取暖的动作 我们来看郑文荣怎么说 风尘扑扑从北索赶到扁半 律师郑文荣刻不容缓捧着厚厚一叠著作手稿 要交到陈前总统手上 礼拜六还是礼拜天都有透过助理来跟我指示说 这个一定要帮他赶快拿回来 他有特别交代一定要把文稿带回去 因为他有跟我说以前雷震他有一些著作 后来是不见的 千交代万交代就是怕新写手稿不见了 收押期间陈水扁天天寄情写作 先后写了三万字的狱中对话 五万字的台湾万岁两本书 两首新诗给家后收不到的情书 以及一封没有名字的遗书和台湾歌的歌词 每张手稿纸写得密密麻麻 除了吃的不用带走 律师也带回了手稿 一双黑色皮鞋随身衣物与书籍 还有一万多块的现金 一一要转交给陈水扁 歌证组确定将提抗告 陈文龙认为是政治力凌驾检方专业 仍表示尊重检方的意见 返家才两天 陈水扁就急着领回手稿 重出江湖的第一步 似乎有意用创作先曝光 中文新闻林世宏 谢凯轩 台北综合报导 是十字连 中文新闻林世宏 虎海岸